阿囉哈 大家好 我是哲平 好的 又回到我們的貓咪大戰爭時間啦 那其實這幾天哲平都一直在用我們的那個 魔物獵人喔 也就是我們PS4的模擬器啦 因為一直很想要直播給大家看喔 不過一直都沒有弄好 所以最近如果有哪幾天突然沒有影片的話 那請大家就是自動認為就是哲平自己放假啦 那就是請大家在 呃 期待一下就是不要太失望難過 哲平在用其他的東西喔 因為其實那個真的很難用很難搞喔 我這篇很想要玩給大家看喔 那其實 弄到了快失智了好不好 今天我還特別從公司請假回來弄 結果還是沒有弄好 不過我想說 原本要跟大家請假的 可是呢 好吧 那既然沒弄好 我們就還是一樣錄一下影片好了 呵 那我們今天要來K我們的宇宙片 那聽說我們的宇宙片已經打到就是 剩一關 好像就要打到我們大霹靂喔 所以我們今天就是 先來挑戰我們這個黑洞喔 那黑洞呢 初級條件就是 稀有度1X跟稀有跟超級稀有的喔 最多可出戰角色數量是10隻喔 所以又是比較麻煩的 那我們就來調配一下我們的隊友吧 那這次呢 我就把那個我們的那個 劉姬好不好 也帶上場了好了 因為他也是讓我們那個異星的緩速嘛 然後就是帶上我們的小精靈 然後極稀有的那個貓咪漂流技 欸 這次好像沒辦法帶稀有的話 那帶我們劉姬的話呢 欸 可以帶稀有 欸 是不能帶稀有 所以我們這次的那個 哇 我們這次的暫停漂流貓已經沒辦法帶了 因為他是稀有的喔 然後稀有的是還可以帶啦 然後我們還是可以帶比較多 那我們這次可能就是要著重於 呃 讓我們坦克比較多一點喔 那我們就 帶一下那個我們的 稀有的那個拉麵王吧 帶一下拉麵王去撐場喔 因為 我們這次是沒辦法帶狂亂系列的阿 因為這次沒辦法帶稀有的角色喔 所以我們就帶上我們拉麵王 那 其他基本上都是我們那個 呃 超級稀有啦 那我們就先用這套隊伍來打打看 我們的那個黑洞吧 好 那這個應該是我們的前置關卡囉 黑洞 好 那我們先開始先剩一下我們的錢包喔 這黑洞的塔長得好像蟲蛋 有沒有感覺 好像蟲蛋喔 那我們現在因為 哇 居然是黑色敵人 喔 完了完了完了 連一般的那個貓貓也不能帶耶 所以我們這邊的話 也是不能帶我們那個 呃 強貓的喔 那 所以如果待會我們這關打不贏的話 我們是可以出去帶一下我們那個諾諾喔 因為諾諾也是喜有角色 而且是黑敵 黑敵的那個坦克喔 那我們一開始出來就是一大堆我們黑色的小敵人喔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就先用我們拉麵王跟我們的那個 異星的那個超能力貓 好 先來扛住喔 哇哇哇 可是我覺得 有點 那麼恐怖 來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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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時候我們先出一隻小精靈喔 因為我們後面是那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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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等一下 待會待會 有點慘 有點慘 這邊不太OK喔 不太OK 哇 不行 果然 好不好 這邊的話可能換個諾諾會比較好一點喔 我們待會再來換個諾諾看看 哇 那其實這關還滿棘手的耶 因為我們只能出10隻貓貓 而且一開始的話 就會出現很多黑色敵人喔 那我覺得把我們美魔貓也帶上去 應該也會不錯優秀喔 把我們美魔貓帶上去 然後把我們諾諾也帶上去喔 那我們就帶諾諾來去當黑色塔 因為這邊一開始會出現超多那個 黑色那個小敵人的喔 那我們就帶上我們的諾諾 再挑戰一次HEAD ON 好 那我們就是一樣喔 那我們就先升點錢 那等他出來的時候我們再扛出去就好喔 那這邊的話一開始哲平就想說 就是先派我們諾諾跟我們的美魔貓喔 因為美魔貓打黑底還是蠻好的喔 諾諾加美魔貓 然後繼續諾諾加美魔貓 因為只能出10隻嘛 我們就盡量出嘛 趕快先把黑底給打死會比較OK一點 因為待會就會出現我們那個 異星有星星氣了喔 那異星有星星氣了的話呢 如果讓他太靠近的話其實會蠻麻煩的喔 OK 那我們現在打死我們黑底 有比剛剛還要順利一點點喔 那不過我們現在已經沒有那個 足夠的資金能叫其他隻喔 沒有 足夠的那個 足夠的場 欸 足夠的空間啦 因為現在只能限制10隻嘛 哇 開始傳送了 開始傳送了 那這邊的話不要緊張 我們一樣把流基派出來 那他這邊的話是出了兩隻異星有星星氣了 那記得異星有星星氣的是百%傳送喔 所以大家要特別小心一點 我們這邊看我們流基跟小精靈啊 在旁邊一直卡利法 加油 OK 那我們這邊流基砍到了會瞬間就是讓他們緩速喔 所以流基 666 哈哈 流基666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 流基配上我們的超能力貓喔 其實還算不錯喔 兩個雙緩喔 OK 哎呀 又把我們傳送走了 那這邊的話好像一開始就會出現一下 一堆的那個黑色敵人 然後加上我們的異星有星氣氣而已啦 所以我覺得比較麻煩應該是在後面喔 就是不知道碰塔之後會出現什麼奇妙敵人喔 希望是不會那麼恐怖的喔 因為我們只有十隻貓咪 高凱貴手 拜託 不要太恐怖了 喔 出來了 唉唷 是我們的那個異星有星星翻車魚 跟異星有星星地鼠啦 那基本上的話 阿 我們的那個被打死了耶 所以比較麻煩一點點 好 OK 沒問題 我們派出哈哈姆特喔 因為這邊還卡著一隻鋼鐵 敵人會比較麻煩一點點喔 那 哇 鋼鐵小兵其實也是滿麻煩的耶 那這罐的話 大家應該也可以擔心 就是打那個暴擊傷害的貓貓出來啦 因為 我們這邊的話還是有鋼鐵敵人喔 鋼鐵敵人其實卡在前面算是 極度麻煩的喔 加油加油 哇 喔 那我們哈哈姆特其實是已經死掉了 哇 太快了吧 哈哈姆特 已經太不中用了吧 直接被打死了對不對 喔 沒問題沒問題 加油加油 哇 這邊的話呢 是可以帶那個肉骨槌啦 因為肉骨槌的話 它好像是稀有貓貓 就是 把那個鋼鐵敵人打掉就沒問題了 喔 不過好險 我們這邊靠我們美女神直接把我們的那個 技術給打掉 那就剩下我們翻車魚囉 其實我們的貓貓量其實一直都沒有減少耶 因為我們一直都是滿初級的狀態喔 好恐怖喔 加油加油 這邊的話 真的非常建議大家可以帶一下我們那個啦 打暴擊的貓貓 因為這鋼鐵敵人卡在前面實在是非常麻煩 而且 這次翻車魚又是遠距離大範圍攻擊的喔 真的被它射爽爽 哇 暴擊一個暴擊一個 那其實這關要注意的就是 鋼鐵敵人跟一開的黑色敵人啦 因為一開的黑色敵人撐住的話 後面就只是 一隻那個 呃 比較多隻的那個一星有星星器而已 那一星有星星器而已 其實算還扛得住啦 不用太緊張 那 比較麻煩就是 碰塔之後的那個 翻車魚加地鼠 再加上我們那個喔 那個鋼鐵敵人喔 鋼鐵敵人會幫我們那個翻車魚 扛掉很多的傷害喔 OK沒問題 那 這關會比較難打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 之前都會帶我們的漂流貓啦 那這一次是 沒辦法帶我們的漂流貓 所以才會比較難打一點點 哇 翻車魚其實也是蠻麻煩 喔終於破盾了 喔真的是破地鼠的盾喔 哇 沒問題沒問題 卡利法可以再出了 待會還可以再出了 哈哈姆特 那是希望不要再出鋼鐵敵人了啦 因為 現在如果再出鋼鐵敵人的話 一定會持續僵持不下喔 會很麻煩 上啊哈姆特 打一下打一下 垂擊 打他 OK沒問題 地鼠應該 欸快亡了快亡了 加油 OK 地鼠亡 地鼠亡之後呢 翻車魚王 翻車魚王之後呢 就要換他們塔王了喔 加油 黑洞 沒問題吧 應該是沒有其他敵人會出來喔 沒問題 那這關的話 就是不要小心的就是 一開始的黑色敵人啦 因為一開始黑色敵人的話 其實是可以用諾諾或是用一些就是 扛住黑色敵人傷害的貓貓在前面坦著 然後砲我們美魔貓去打 那一定要在一定時間內先把它清除掉 會比較優秀一點 因為之後後面會出現我們的那個異性有猩猩企鵝嘛 那異性有猩猩企鵝的話就是 跟他扛住然後用我們一些比較超級的貓貓 因為打完我們的黑色敵人的話 黑色小敵人之後就會有一波經濟嘛 然後經濟就可以叫出比較厲害的貓貓喔 那用他們就可以扛住我們的企鵝的攻擊了 那再來就是碰塔要非常小心就是 有我們的鋼鐵蝶會打在前面 然後後面會出現我們那個異性有猩猩的地鼠 跟異性有猩猩的翻車魚喔 所以努力的先把鋼鐵小敵人給解決之後呢 就可以努力的把他們給打死啊 那黑洞就可以成功的攻略囉 OK 那應該下一關就是大霹靂了 果然好不好 那這個大霹靂關卡呢 嗯 我們有機會好不好 我們再來挑戰看看 我們再來挑戰看看啦 好的 那其實今天哲平有一個關卡想要求助大家 因為其實大家還蠻想看哲平打地獄門的 可是其實哲平是不是嘗試了很多次隊伍 而且也有看過一些版上文章喔 發現他們的打法其實就是 應用暫停打法 可是哲平好像用不太出來耶 所以如果大家可以有一些比較好的打法 或是比較穩定的話 都可以在以下留言告訴哲平喔 那我們這次再來打打看喔 因為他基本上是用我們的哈哈姆特 就是快速的先把我們那個紅珠 紅色山珠打死之後 再把我們那個班洛給打死 那班洛打死之後呢 其他就會比較好說了 那可是 每次在打班洛的時候 哲平就會失誤喔 那哲平打一次喔 那如果你有更好的打法 歡迎一定要在以下留言給哲平看喔 不然哲平會哭喔 OK 那我們就來挑戰一次我們的修羅道吉南 這算是一個求救啦 因為 基本上 唉唷 帶錯了 好的 那基本上這算是一個求救啦 那 哲平就是參考一些打法 然後自己研究一下之後 就是他們大概都是 跟我們的蛇蛇走到這個塔前面的時候 再放我們的蘋果貓 那蘋果貓放完之後 再放我們的那個火焰裝箭士喔 然後 再來就是先把我們山豬給解決之後 就是去訂班洛嘛 那 好像 不知道為什麼好像時間抓不到吧 所以我的班洛好像訂到一半 他就直接佈我 就直接把我的那個 哈哈姆特給打死了 OK 他們基本上就是這樣 先用我們的那個蘋果貓 先在前面扛著 然後 等我們山豬出來 就是比較 過來的時候 我們再 再出我們那個雙 雙劍士 OK 那現在可以差不多出雙劍士 OK 那這個時候趕快出雙劍士之後呢 把我們山豬給打死 然後好像 找時間 出那個吧 出哈哈姆特 然後好像就是可以這樣順利的過去吧 我不知道 我是不知道啦 因為我打都 我每次看那個網路上一些 那個大大的攻略影片 我每次都失敗啊 OK 這次應該可以了吧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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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叮叮叮叮 好 就是這樣失誤了 那我就打不贏了 哈哈 好的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 可以幫哲平配出一對就是 比較安穩的 能夠過地獄門的關卡的話 都歡迎在以下留言喔 那我們黑洞關卡的話 要注意的就是剛剛關卡裡面說的那些啦 那 下一次就要打我們的大霹靂囉 哲平應該會先挑戰一次就是沒有金寶的 然後之後也會刷完金寶 再打一次我們的大霹靂喔 那 如果你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點個喜歡 如果你喜歡哲平平號碼可以按個訂閱喔 那按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哲平的影片啦 那如果你能夠幫助哲平的話呢 就幫我在以下留下 比較安穩的隊伍吧 那我是哲平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大家 掰掰 喔 這個影片 跟我們一起吃 我們下一個